当初我和我老公是自由恋爱 当我们见到彼此的时候都产生了一见钟情 于是就这样我们两个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在我们结婚的这几年当中虽然有过争吵 但每次都是和好如初 同时她对我也很好 所以婚后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生活也很幸福 并且我的公共婆婆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有的时候当我婆婆她们去村子里玩的时候 经常会有人说她们一定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才能够娶到像我这样好的人媳妇 同时我们一家人也相处得非常融洽 我原以为我老公她可以陪我共度一生 这样也不枉费我当初不顾娘家人的反对和她坚持在一起 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前段时间我竟然发现了她和她们公司的一个女同事之间有窝措的欣慰 起初我根本就不相信这是真的 可是那天我因为在家没事 于是就到她的公司楼下等着她一起出去散散心 就在这时突然看见她怀里扭着一个女人高高兴兴地从公司出来 然后就开着车走了 我当时心里很难过 于是就气冲冲地跑到家 我原本以为只要在爱情当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她就能够回心转意 让我们两个人再次恢复到以前的生活 可是不管我怎么做 她对我始终无动于衷 由于时间久了 我的心也就死了 我心想着既然是她对不起我 那么我也要想方设法地让她痛苦 于是我就不断地在网上撒网 希望能通过这种方法让我摆脱困境 我原抱着一种玩玩的心态 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有一次我竟然和一个男人聊得特别起劲 每次我们都会单独出去约会 由于次座多了 我对她竟然动了心 然而她也是单身 却不介意我是一个已婚女人 于是就这样 我们两个人每次都会开开心心地在一起 每当我和她单独相处的时候 我都能够忘却所有的烦恼 并且她对我也很好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到我的感受 也正是这个原因让我和她一直成了地下恋人 那天晚上因为我回家晚了 我老公他竟然在客厅里等我 当他看见我回到家的时候 就立马问我这些天去了哪里 于是我就向他坦白了 最近自己在做什么 当他听到我说的这话时 就说我是一个婊子 我当时听他这么说就给了他一巴掌 并且告诉他 不要以为你做的那些肮脏的事情就可以瞒天过海 你和你们公司那个事我早都知道了 曾经我也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可是你始终便没加厉 每天回到家之后对我非常的冷淡 是哪个女人也受不了 现如今我们两个人都已经背叛了这段婚姻 你觉得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老公当时听我说 或许是因为愧疚于我 然后就和我说 毕竟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孩子 就将就着过日子吧 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聊了很多 也许是好久没有说心里话了 那天晚上让我和他聊了很多 也让我感到非常的累 有时候想想 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也非常让人刻骨铭心 可是直到如今 我们都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于是第二天早上 我就给他留下了一张离婚协议书 并且告诉他 你不错不不错 当时我们都不珍惜 对方现如今 我们都不再爱对方了 心也不在这里 就没必要再继续生活下去了 因为即使我们每天在一起 像正常夫妻 可是我们内心都知道 彼此都过得不幸福 也许离婚对我们两个人来说 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脏了就没必要在一起了